Hello 大家好 莎姐 我媽媽明早就回來了 我覺得 做到多少就多少 有時候不是說 有些人可能覺得 你為何這樣 說你媽媽 其實兩件事 感情的事是互相的 你不可能叫我突然間去什麼 因為她已經把我所有的愛磨滅了 因為我媽媽是一個 不懂得什麼是愛的人 有些人是得到太多 所以她不懂得怎樣去愛人 她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愛的時候 只是知道什麼叫做條件獲得的時候 你覺得我是不是認識呢 她由始至終沒有教我去愛什麼 連生活的事都沒有 常識都沒有怎麼教我 我感受不到我又如何回饋 當然我也有盡我自己做女兒的 應該做的事 但是之前一直這麼多年 一直都容忍 一直都做完 其實所謂的能耐都磨滅了 未至於去恨她 不過都正如醫生所說的建議 不接觸對我的狀況是好一點 現在其實都擔心跟她接觸的 因為現在我在一個情緒波動得大的情況下 現在每晚都睡不到 因為我今天收到郵局的電話 就說其實她政府一早簽收了 但那張回條又不知去了哪裏 所以現在是會做個副本給我 但是特首辦簽收了之後 到現在其實是兩個多星期 差不多三個星期 其實是沒有任何反應的 我記得上次還是林鄭那時候 特首辦也是有反應的 大概一個多月就有反應 結果又被發揮了 其實這次我都擔心 她是不是又丟下垃圾桶呢 又或者又找發揮呢 我不知道 所以其實情緒是很波動的 因為之後怎樣呢 那是不是真的以後就這樣呢 所以其實近來都完全是很不開心 還有我有時候都會想 記得大家之前有看過我的影片都知道 我之前見了一份公仔教會的 那個人就在那裏說 因為我會不開心 是因為我不依靠神 其實我自己覺得 說是說得漂亮的 每個人說話說得很漂亮 因為她不是在那個位置 那些人說到你要依靠神 神帶領我怎樣怎樣 其實有兩種狀況 要不就她很天真 什麼東西把所有的利益 雖然所有好處都說是神給她 那難道你是沒有不開心的 我覺得有些事情是要面對 不是盲目地說 我相信神神會帶領 那我也都會覺得 每個人的苦難是每個人自己才能感受到 你不是在那段時間經歷 你不能幻想 你幻想不到 即是 我以前回教會 為什麼我現在不回呢 可能有很多人覺得我 叛徒 但你又要想想 其實我某部分的傷害 都是來自於教會的 當我在承受我媽媽的虐待 我姐姐虐待的時候 而教會的人會指責你不夠愛你媽媽 我心想 一個不停傷害你的人 我不去反擊 不去勝 依然是做足我做女兒的本分的時候 我還叫不夠愛 那很老實說 你說要學基督這樣原諒你的敵人 那那個是基督 我是普通人來的 即是很老實說 你們遇到一些不喜歡的人 傷害你的人 你都會選走 我都沒有選走 也就是說 我也走不動 所以我迫於無奈接受 但我依然做足對女兒的責任 她要喝茶去排隊幫她找位 正如今次 花月亭這樣倒閉 我打算帶媽媽去吃一會 那我姐姐就會說她 好啊 因為我有員工優惠便宜很多 那 她一句好 她是好啊 我就做餐十二了 我打電話去 你也知道 現在打電話去 每個預約都敷散她 是不會聽電話的 你留言她都是不會回覆你的 那我唯有 在佐敦修完工 我自己走去旺角火車站 去到那間酒店去預約 然後她說沒有位置 所有東西都敷了 唯有等待櫃 那這些東西全部都是我做的 但是 如果要我姐姐做 她可能打完電話 哎呀 那麼麻煩不做了 吃第二間 其實 是 怎樣為之叫不愛呢 我昨天我經過傳回很多手機店 很多買電話卡 那我就想起 媽媽這麼多年都沒有回 我姐姐應該 以前我媽媽 每年都會回來半年的 有一個電話號碼是專門給她的 因為月費很便宜 繼續交著 那我覺得三年我姐姐 都應該不會再幫她交月費 所以我就 Whatsapp她姐 媽媽有沒有電話卡 然後她才說沒有啊 那如果我不是愛我媽媽 我對我媽媽沒有一個情義 我會不會這麼細緻去為她想這麼多 我相信我姐姐也沒想到 我媽媽是沒有電話卡 然後我就要開始想 哪個電話卡便宜 幫媽媽打羅打鼓運 但我姐姐是不會做這些 那誰是愛我媽媽多些 有時候 我會覺得 教會的人很多時候就拿著聖經去扔你 其實他們自己都做不到 你自己做不到 你憑什麼要質疑我呢 你未經歷過我這些傷痛 你怎麼知道發生什麼事 正如我現在這隻手的巴 我經歷了十幾年的痛苦 每天的痛苦 你未經歷過 你知道嗎 你們知道會很痛 但當你真的在這十幾年受盡折磨的時候 你才會知道當中的痛 所以有時候說是輕鬆 你不依靠神 我經常都會覺得 那他依靠 他是不是真的 抹倒我這個狀況呢 當你發覺你十幾年的痛苦 現在得了一點喘息 現在又因為醫療事 又再次痛苦過的時候 我相信不是那麼多人可以頂得住 應該說也真的 那十幾年的痛苦 又沒有家人支援的時候 即是我家人加我痛苦的時候 其實我捱得過已經是偷笑 那還有 要看一看 即是有時候我都會覺得 聖經 你就算吧 聖經有多少個偉人呢 即是你會拿藥白這些 你跟我說耶穌跟我說 但問題是整本聖經 有多少個這些人呢 我相信聖經是由創世開始 至到耶穌十二門徒的使徒行轉 那些之後 也有起碼過千年 你想想有多少個異人在這裡 有多少個真是驚天地一鬼神的神人呢 其實不多 但由盤古至到聖經完結的時候 其實都過了很多年 為什麼出得那麼少人呢 就是因為 這些人不多 那些基率 你想想由盤古到 我不算其他國家 只算以色列那個 種族 算是麥薩瑪利亞那一堆 其實都很多人 又盤古這麼多年 很多人口 你看看聖經有多少個異人 你的比例就很小了 那現在 你看到我 我是受盡了 別人不應該受的都受盡了 那我做到這一步已經算是很厲害了 其實我已經差不多 比例 我差不多可以跟 那些聖經人物差不多了 因為有些聖經人物真的不是很厲害的 十二門徒之中不是很多很厲害的 所以其實我可能跟那些 差不多拍齊了 跟那些不是很厲害的那些 純粹是接待耶穌那些 我可能跟他們拍齊了 所以 我經常會覺得 戴假面具 說別人怎樣 是容易的 但是如果自己也做不到的 那又何必去說呢 所以其實 我最近真的很不開心 尤其是 講到教會那些 我真的很不開心 因為那些 我自己 黑暴的時候更加看得多 教會是容許黑暴進去換衣服 其實我覺得這些 這樣的教會其實腐敗了 有時候我都會覺得 當初他們經常都會說 中國不讓福音傳進去 但是這個福音是好的嘛 你可以說 其實現在中國都有的 有基督徒的 不過它有些事情 它是限制了的 但是我又覺得 自從黑暴的時候 我又發覺 國家限制這件事 都不是一件壞事 可能國家主要限制的 我知道 就是說 正經裡面有的 神是最大的 是獨一無二的 是你任何事情都不能大得國 那這個國家是有限制的 但是也對的 當有些人 他轉牛角尖的時候 就會好像 因為其實 有些人真的 轉牛角尖 或者真是單純神的時候 他就會聽 那個傳道人說什麼就是什麼 所以看到黑暴 教會是可以讓黑暴進去換衣服 其實教會是否縱容暴徒呢 教會是否允許犯法呢 其實教會是不允許的 同樣地 應該這樣說 我們國家採取無神運 我亦都覺得 這個是很糾結的 我自己都相信 這個世界是有主宰 是不是神 不知道 可能是外星人都不知道 我相信是有些事情 有些巧妙的 是有些事情是解釋不到的 說多一句 七月了 鬼月了 大家小心點 我相信這個世界是有些主宰的 不會無緣無故出現的 正如有些人說 信科學 人是由人緣變的 人緣是由海裡發生的單細胞變變變變變的 可能是 但另一件事就是 第一個細胞怎麼出現 你明不明白 第一個細胞怎麼出現 我相信 這個才是 我覺得 總有些事情 不會突然間沒有的 如果地球是幾多億萬年的 你沒理由 人類歷史 所謂的 原人 各方面有演變 沒有理由 你是不是 地球一出現 就擁有細胞呢 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 有些事情是有巧妙的 但 問題是 不是每個人都會很理性地去相信一些東西 因為相信這些神神怪怪某程度上都是感情的 尤其是你相信都是月深的時候 你是很不理智 通常有很多都是很麻木的 正如有些人相信 要找一些道士去做些什麼法事 做些什麼法事 其實是否真的可以 不知道 但肯定你的心裏面會比較好 有些說 帶點水晶可以增加人員運 可能是有些好處 可能改變了你少許氣場 改變了你少許氣質 是會有些好處 但是 增加人員運 其實有些 這些事情 就有少許 正如我們經常說的 占卜 看相 其實有少許虛 人員是什麼呢 未必是愛情 可能是跟你上司的關係 可能跟你朋友的關係 跟鄰居關係 其實可以很闊的 所以其實 如果這件事情 都不應該沉迷去完全相信 你要知道 國家14億人 加上當初 國家的時候 不是很多人懂字 不是很多人懂科學 也不是很多人有一個 整體自己獨立思想的 考量 就算你有獨立思想 不代表你想的東西是對的 所以有時候 這些就要靠厲害的人去管治 所以國家是不給 有這件事 尤其是 我可以這樣說 當你信神 那時候 其實你通常是 心靈最脆弱的那時候 而當發生了 真是一些好的事情 你就會盲目陷進去 所有事情都 不管 跟賭博差不多 只是一個比較正面一點的沉迷 一個就是負面一點的沉迷 但是沉迷到 最終極的是什麼呢 如果沉迷是正面的 當然完全沒事 但是很多人 放進去教會 或者放進去那裡 其實他都有自己的目的 都有自己的考量 你難道覺得 做牧師的不會欠地位嗎 一樣會欠地位 做到那些叫做理事 那些 執事那些 應該很熟靈 聖經熟 他們一定會聖經熟 但是很熟靈就一定不包 因為其實 我以前試過 在一間教會 我是幫他彈琴的 應該沒有任何衝突 但是我又不是在那裡聚會 我只是星期天 偶爾幫他彈琴一個月一次 我都被人 請走 我是沒有做錯過任何事情 有些 弟兄都說 其實我是權力鬥爭的 犧牲品 但其實我是沒有 進去任何一個 隊裡的 我沒有特地走入一個馬房 沒有 我只是個個對話 就聊到兩句 不對話就沒有 大家一起吃飯 大家知道我沒有這種特別 基心話 要去爭要吃 可能別人就覺得 我好像跟那邊比較熟 所以就 擱了我 教會都有權力鬥爭 所以其實 不要說到所有事情都是差 我們有時候要想一想 是的 尤其是很多基督徒都很討厭中國大陸 不讓我們傳福音 但問題是 當初不讓傳的時候 是因為中國自己本身都亂 而當初清朝的時候 那些傳教士是什麼人 他是給你食物 他是做好人 但是當中 有沒有間諜 有 當中有沒有侮辱成份 都有 問題是 我不知道你這個傳教士是真心好事 傳教 愛心 還是其實是來偷取資料 來控制人 所以他當初自己國家都這麼亂的時候 我當然是不讓你進來 我當然是先搞定我內部 後來都有讓你們進去 都有讓你們進去 不過要限制 畢竟14億人口 如果 每個人都好像聽你這樣說 信神就什麼都可以的話 那我國家還怎樣統治 你不用啊 你就是香港750萬人 都有幾個宗教 都尚且叫做平安無色 那些人都搞不了 但是2019年我們看到 教會都可以收藏黑布 如果這個在國家發生 那怎麼辦呢 有幾多人會收藏這些暴徒呢 所以我覺得 我們凡事要看兩面 即是 有時候作為基徒 我只是覺得 神都不是叫我們去麻木去信 即是要給他信心 但不代表你要麻木 什麼都不知不成 神都叫我們要用智慧的 即是有時候很多人就說 你要信神 我覺得神都沒有叫我們麻木去信 都叫我們用智慧去看這個世界 用智慧去解決問題 所以 今天就分享這些 大家 又不要說歧視基督徒 但是真的要分清每一個宗教 不要 有時候是很壞的 我告訴你 當你是同一個宗教 那時候 你是會麻木的 即是等於有些人是基督徒 他一定要請基督徒的 但是 等於基督徒 就會特別努力一點去做事呢 不會的 是不是等於基督徒 完全是做得最好呢 不會的 實力允許的問題 他是基督徒不代表實力的 沒有問題的 因為這個 做事方面是 關乎你能力的問題 就不關乎你是不是基督徒 即是可能基督徒做事會 賞心一點 認真一點 但問題是 他信得好和不好 是一樣的 他信得不好的 他依然是做足事 但他依然會偷懶 所以其實 大家不要把這些光環 正如美國 不要任何事都 美國就有一個光環 其實並不是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